神秘高手大战逃小鸭 第一次见到一回合 双方打出六次必杀 兄弟们来找找看一场高端对击 来自一个神秘人打小鸭 这个神秘人又多神秘 神秘的 非常的牛皮 我们一般一局最多看到三个必杀 他四次必杀都来了 牛皮牛皮 我们看看如何神秘的 难道又在炒作什么小米妹事件 来个神秘人 差点被抓 开头之后 好 回花战A 然后再去晃落地 要射一个 没有射出一个不可防御 可惜 好 射死 真的啊 每一局都 我感觉打得挺夸张的 那神秘人 我反正我知道他是谁啊 搞一些神秘的话 无可厚非啊 但是不能太过了 刚7D 压得不错 下西来 我去这个下一点的好啊 不然的话都差不多有不防折了 好 再追一个葵花 拿下 好 拉桌上来 跳跌 惨空误血 飞钩在干什么 好招闪身之后 带着指令抓 抓不到的话也是有复合指令的一个赚球 葵花倒地不太妙 诶 没了 必死无疑啊 要么打死你 要么打晕你 好 大门上来之后 头上的服务看得很精准 拦着山 直接拍倒 哎呀 这一波冲得太近了 被抢了 好 这一波闪身用得不错啊 这一波你不能钢西地啊 这一波他的打点非常高 你如果钢西地不一定能钢到 你钢不到的话 他落地消风之后 重拳必杀 那你就局面不一样了 好 这把蒸汽上来之后 很夸张啊 一局加起来总共六个必杀 满气的蒸汽 嗯 好招啊 跳逼之后落地带了一个1616 诶 必杀 狂大地 嗯 再来又是一个同样的套路 小鸭又吃这种套路啊 两个必杀 我可以啊 这下抢蓝队山依靠的是判定啊 然后来 彩头别动 动的话蓝队山 我去 三次必杀 我的妈呀 这还不死啊 看来 蒸汽的必杀 他伤害也不高嘛 三个蓝队山你早就死了啊 倒地 好拍一下乱动 刚倒之后 诶诶 什么东西哟 你先再一次压剑必杀 四次必杀牛批啊 好 关注小修 回走掉 下边 发映了 你们便